香菇用热水还是冷水泡 经常吃香菇的人都知道 干香菇在烹饪之前是需要用水浸泡的 先用水将食物表面彻底的洗净 切去它的根部 切好后放在大概32度左右的温开水中 泡两个小时左右 用温水是为了可以快速的达到泡发开的效果 同时保证香菇本身的营养不流失 最重要的是香菇含有一种很特别的霉 这种霉在冷水中不易释出 而水温适宜的温水才能更好的被释放出来 不过也不能因为怕时间长而用热水泡发 这一步做错的话 营养就会大大的流失 所以香菇用温水浸泡 口感最好 而且营养不易被流失